主要其实我们这个吟诵 主要是对于律师绝句的吟诵 因为它有一个平泽的节奏的韵律 可是我们不能够不从它的历史的源头讲起来 那么现在我们今天开始讲唐诗 我们就要看到唐诗所表现的 对于前代的诗歌的体式的继承 以及变化和完成 我们现在看我们的讲义 我们昨天已经其实读了两首唐诗 一个是李白的《江敬酒》 一个是白居易的《琵琶行》 那两首诗都是属于古体的歌行 歌行就是说它的这个语句 节奏没有一个固定的格律 而篇幅比较长 而且带着有叙事的性质的 那么现在我们实在唐朝 一个新的体式 就是律师和绝句 我们现在开始今天讲唐人的五言绝句 我们所谓绝句 就是说凡是四句成诗的叫绝句 八句的就叫做律师 四句的就是绝句 五言就是五个字一句的 五个字一句的四句的诗 就叫做五言绝句 我们大家都叫它五言绝句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五言绝句里边 有三种不同的性质 第一种我们叫它谷体的绝句 所以谷体的绝句 就是当我们进体的格律 还没有形成之前的那一种形式 虽然是唐朝人写的 唐朝的时候已经有形成的格律师了 但是他们仍然写古体的绝句 所以我们管它叫做古体的绝句 除了古体的绝句以外 我们看这个我们的讲义上 还登得有 就是在格律以后的 还登得有是乐福体的绝句 古体就是说 古代平泽的格律 还没有的时候的 那就叫古体 虽然是唐朝人写的 但是他没有平泽的格律 就是古体 那么唐朝人还写了一种 是叫乐福的题材 乐福的题材 就是他模仿古代的乐福诗的内容 还有乐福诗的题目 我们不是说汉朝成立了乐福 然后从汉卫六朝都有所谓乐福诗 乐福诗里边有很多 就是乐曲的配合音乐来歌唱的 那个乐福的题目 所以五颜绝句也有模仿乐福体的 就像我们讲义上所选的 李白的靖夜思 还有李白的玉佳院 靖夜思和玉佳院是乐福体的绝句 那么另外呢 唐朝的时候 还有就是绿体的绝句 就是它是完全合乎 平泽的格律的绿体的绝句 我们也选的有 一个就是王之焕的灯灌雀楼 还有一个就是李白的 独坐静庭上 我们还是说信导奉送言语 所以我们在讲每一首诗之前 虽然我们的时间不够 不能够多做发挥 但是我们懂是简单的说一下的 我们先看古体的绝句 王维的新遗物 木墨芙蓉花 善种发红恶 注意读诗的时候 一定要把平泽的生教念准 发是入生的字 所以不能念发 木墨芙蓉花 善种发红恶 动户既无人 纷纷太切了 什么是木墨芙蓉花呢 芙蓉本来是荷花的别名 水里边开的荷花 可是他的题目 王维的诗题 是新遗物 物是一个花物 种了很多花木的一个处所 而这个花物里边 所种的主要是新遗花 你们知道 什么是新遗花吗 唐朝的诗人 很多人写新遗花 我常常喜欢讲李商银 李商银也写了一首新遗花 他说连外 新遗是定义开 其实你们给小朋友讲 是的 你也可以有很多联想 那新遗花 新遗花是什么 大家都对新遗花 有什么感觉吗 现在我还没有说新遗花是什么 我只是说李商银有一首诗 说连外新遗是定义开 所以现在已经春天了 我们房间外边 连子外边的 那新遗花一定是已经开了 开始你莫放艳艳慧 当新遗花 新遗花非常美丽的花 当新遗花开的时候 你不要让那个白天的春天 白白的过去 艳阳春天的美好的光阴 回走了 你不要把春天的美好的光阴 随便就放走 连外新遗定义开 你开始就莫放艳阳会 为什么你不要轻易的 把艳阳的春光放走 因为年华若到惊风雨 一年的美好的芳华 只要经过一阵风 一阵雨 经过了凤吹雨打 马上就凌落了 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 是1979年 我第一次回国来教书 当时国家安排我在北大教书 就住在友谊宾馆 那个古老的友谊宾馆 不是这个新的 我是带我女儿回来的 我教古典诗歌 我女儿教英文 早晨我们要出去到食堂吃饭 我们从我们住的房子 一走出来 就在门前 新开的 不是新仪花 是我们北京的一种有名的花 叫鱼叶梅 鱼叶梅 北京我们都这样说 非常美 我们就说 要把这个鱼叶梅啊 照一张像留下来 可是我们八点多钟都有课 我们说赶快去吃饭 下课回来 下午给他照 等到我们下完课回来 你知道我们北方的春天 那个黄沙 那种风 那就是春天的大风 非土阳沉的风 都只是一个上午 等我们下午回来一看 这个鱼叶梅面目全飞了 所以花真是短暂的 所以李后主说 林花卸了冲红 是太匆匆 你无奈着照来 风雨 还有万来风 小的花 零碎的花 你还不注意 而你知道心仪花是什么花吗 心仪花在英文的学名 叫蒙格罗里亚 蒙格罗里亚 蒙格罗里亚是 高大的树木 你要知道这个木栏的树干 很粗很大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身上说 木栏舟 木栏桨 是用木栏花的树干 做的船身 做的船桨 是高大的树木 一般说起来 高大的树木就是绿树 不像矮的花葱 什么是菊花 什么开的遍地都市 是高大的树木 开了非常大的花朵 叫蒙格罗里亚 心仪 心仪有两种 一种是紫红色 非常漂亮 一种是白色的 紫红色的这个 我们叫做木栏花 就是我们说木栏船 木栏桨 在北美跟加拿大 这个紫红色的 蒙格罗里亚 非常的多 我们巷口对面一家 非常高大的树 春天满树都是 非常漂亮的 大朵的 像什么呢 像荷花 这么大朵的花 在高大的树上 没有叶子 所以是木栏芙蓉花 是开在树梢上的 像芙蓉 像荷花一样美丽的花 木栏芙蓉花 善种发红恶 王伟晚年 他隐居在网川 在陕西网川 蓝田有一个别墅 他布置了很多花草树木 有一个处所 那个处所种的都是这高大的 紫红色的木栏花 所以他说 木墨 木墨就是树梢上 芙蓉花 善种发红恶 这么漂亮 这么美丽的花朵 开在一个寂寞的 善物之中 那是王伟的私人的别墅 他来看见 但是他如果不来 那整天的这个花物 是寂寞没有人的 所以他说 木墨 芙蓉花 善种发红恶 剑户 既无人 旁边也有流水的水剑 户是这个山屋的洞口 这个水边 洞口 没有一个人过来 剑户 既无人 纷纷是开解落 那么茂盛的 纷纷那么多的 开了 没有一个人欣赏 就寂寞的凌乱 陆放蜂也写过一首小词 什么意外断桥边的 写那个梅花 凌落称你 脸座臣 是只有相如故 凌落称回脸座臣 只有相如故 这是写 是花雾之中的 山剑之中的 寂寞的开 又寂寞的落下去的花朵 诗人 之所以为诗人 实说他有一种 赶发的 这样的一种 灵动的心性 他与 花鸟同优乐 他与花草共融枯 所以星期间有两句词 说一宋一柱 每一棵松树 每一根竹子 一宋一柱 是真朋友 都是我的朋友 山鸟 山花 是好弟兄 山上的一只鸟 山鸟 山上的一朵花 都像我的弟兄一样 中国古代的圣人也说 民无同胞 物无余 我对于宇宙是关怀的 我对于花草 树木 禽鸟 都是关怀的 人应该有 人民爱物的这种心情 与大自然的生命 有共优乐的这种感情 不是说对大自然的生命 漠不关心 眼睛里边 只看到现实的利益的金钱 那人的灵魂 心性 就死去了 其实小朋友也可以讲 这个花 是树梢上的 大的花朵 最好能够找到花的图像 我们温哥华真是 到处都市花草 各种的花草 高大的树上的 紫红色的木兰花 是木墨芙蓉花 善种发红恶 见后既无人 纷纷就开戒落了 第二首是江雪 是柳宗元 柳宗元的祖先 在政治上 曾经受到过很多的挫折 可是柳宗元这个人 从年少的时候 就是非常有才华的 所以大家都赞美 说柳是游子也 我这都不是随便乱说 这是韩退之 给柳宗元 写的木志明 韩宇柳宗元 好朋友 柳宗元很年轻就死了 所以韩退之给他写个木志明 说柳宗元本来生在一个美好的家庭 可是他的祖先 因为在政治上得罪了当权的人 受到了挫折 受到了打击 那么直到柳宗元出现 少年科地 就是很年轻 就考中了进士 文章真是错立与风发 文章写得好 所以大家都说 柳家真是有个好的后代 可是唐朝的政治 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今天当然没有办法讲 唐朝的很多诗人 都牵涉到政治的 这个是唐朝 是外面有藩镇 就是军阀 朝廷里边是政党 外面是军阀 里面是政党 还有外族的侵略 所以唐朝几个皇帝 都是被宦官杀死的 那些个诗人 经历了这样的时代 在政党的斗争之中 所以柳宗元就得罪了 就获罪了 就贬官 贬得越远 所以柳宗元写了好多首诗 都是非常寂寞 非常悲苦的 他写了这首诗江雪 千山鸟飞卷 卷子是入生 所以我念卷 千山鸟飞卷 万静人总美 灭色也是入生 他全是都是压得入生的云 顾着索利文 我读点寒奖学 真是写得孤独 写得寂寞 写得寒冷 不用说这么冷的天 人都不出来了 鸟都不飞了 嵌闪鸟飞卷 山上看不到一只鸟飞了 万静的人总面 所有的人行的道路 一个脚印都没有 没有人出来了 这么冷的天 鸟都不出来了 人当然也不出来 可是 在那寒冷的冻冰的江上 有一只小船 有一个渔人 是孤舟 缩 身上配着缩衣 头上戴着斗笠 孤舟缩利文 一个人在那里钓吹干 钓什么呢 钓都是钓鱼 那现在这么冷的天 它不见得能钓上鱼来 所以它的钓干 是吹在那冰雪之中的 你人生 你追求 你追求得到什么 在千山鸟飞卷 万静人总灭的环境之中 你在冰冻的江上 在雪面上吹掉 那种孤独 那种寂寞 那种寒冷 不只是一个现实的 一个图画的景色 那是柳宗元的 整个的心情 还有 请大家注意到 就是说 我们中国的 语言文字 我们语言文字 从很早 我们说 从义经 周义 从义经开始 我们就 有一个特色 什么特色呢 就是 偏偶 偏是 本来是两个马 并行 偶就是一个队偶 就是有 对偶的 对句 除了中国的 语文 全世界 没有任何 异国的语文 可以有 对偶的 它Spring 六个字 所以 他说 这个 比如说 你说这个 Sky 这是 天空的空 是两个阴母 它很不容易 把两个对起来 可是中国呢 都是单阴 独体 所以李立翁 有一个对子的 歌谣 说天对地 雨对风 大陆对成 航空 队偶 怎么样 队偶呢 刚才还有人问我 队偶能不能 吟诵 队偶本来 不是被吟诵 是诗才是吟诵 但是队偶 有评则 有队偶 所以你可以 把它美读 你可以读得很美 我现在 我如果跑野马 我们今天肯定 讲不完了 我 我以前曾经 做梦 就是梦 梦到给人讲课 我这个人 从 二十岁开始 给人讲课 讲到现在 九十岁 七十年 没有停止过 你要知道 连寒暑假 现在有张静在这里 我放假时候 我还在给人 开班 讲课 我七十年 可以说 从台湾 香港 大陆 美国 加拿大 很多地方 没有停止过 整整 到现在 是七十年 一直在教书 所以我做梦 也梦见 教书 我从大陆 因为 这个 当时 只有国民政府 我们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没有成立呢 所以只有 国民党的 国民政府 那男性工作 不管是我父亲也好 不管是我先生也好 他们工作的单位 都是属于国民政府的 不是他的选择 这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蒋介石撤退到台湾 我父亲 我先生 都到了台湾 我 当然也 什么说 在家重复 出嫁重复嘛 所以 也到了台湾 遭遇到白色恐怖 我先生被关起来了 后来我带着吃奶的孩子 也被关起来了 我就总梦见 梦见我回到北京 在北京 教书 黑板上就写了一副连语 说是 耳人侠 耳 是 耳的一个走之 就是近 说你的房子离我很近 但是其实你的人 离我很远 我很难见到你 舍耳人下 杨柳多情 是片又很变 杨柳的长条 杨柳的柔软 像人的柔情 可是杨柳 这个多情的植物 总是怎么样 总是被那送别的人 折断 与古人 要折柳之 送离别的诱人 所以 世耳人侠 都是相对的 住的虽然近 但是不能见面 世耳人侠 杨柳是多情的 杨柳总是被人 在送别人时候折断 世耳人侠 杨柳多情 是遍远变 雨于春暮 雨就是剩下来的 雨就是下过雨以后了 春暮春天都走了 雨于春暮 海棠憔悴 是不成就 那一束的海棠花 都在风雨之中 被打得残落了 是雨于春暮 海棠憔悴 不成就 是对哦 世耳人侠 一个名词 一个形容词 下边呢 是雨于春暮 一个名词 一个形容词 对的 杨柳多情 偏远变 是海棠憔悴 不成就 花木对花木 动词对动词 形容词对形容词 这就是连语 这是我们中国才有的 世界上任何民族 任何国家 没有这样的文学体系 而这种文学体系 非常的妙 因为它两两相对 有一个张力 有一个对比的张力 它的瓶子 有一个声调的 高低的异样 这是我们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美 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任何民族 有我们这么美丽的 声音坑 坑腔的 这样高低的 这样的队友的句法 没有 所以我们这种特色 从早 古人就注意到了 从周易的时代 《易经》 《田卦》 文言 就说 云从龙 风从虎 云 是跟龙 在一起的 风 是跟虎 在一起 狼虎跳过来 武松打虎 带着风声 就过来了 龙 是趁着天上的 云 就过来 云从龙 风从虎 它是对一句 说 水流失 火就造 水 是往湿的地方流 火呢 往干的地方烧 水是流失 火是酒 这是 队友 所以从《易经》 从《周易》 开始 我们中国就有了队友 队友是比平字 更早形成的 我们还没有平字的 生教 以前 我们很早就有了队友 所以 现在我们所讲的是 古体的诗 古体的绝句 当时还没有队友 就是说 当时有队友 但是柳宗原用的是古体 没有 没有平字 这时候不讲平字 可是他有队友 千山 鸟飞卷 万静 人总灭 千山 树木字 名词 万静 形容词 名词 鸟 一个生物 鸟飞卷 人 一个名词 人 人总灭 而且 疼了 你要去讲这首诗 你要讲柳宗原 千山 尿飞卷 万静 人总灭 是什么样的感觉 是什么样的感情 他那种孤独 那种寂寞 那种寒冷 可是现在王者唤写的是什么呢 白日 一山尽 黄河 入海流 白 是光明 明亮 光明的 那光明的白日 在西边的山头 慢慢的 沉落了 白日 是一山尽 黄河 就入海流 眼底的黄河 奔腾到海 一直向东流去 这两句是对句 白是颜色 是白日 形容词名 黄河 黄是颜色 黄是颜色 形容词名 白日 黄河 相对的 那个是一山 这个是入海 那个是一山沉没 这是入海的奔流 它是对句 所以不日一山尽 那黄河 入海流 而在对偶之间 就一种张力 两两相对 就一种很强大的张力 所以这一山沉没 所以这边西方 我要上什么 一层楼 然后再更高的一点 我就看得更远 更远了 所以千里目 跟一层楼 是对的 前面是动词 我欲穷 我想要穷尽 看到更远 所以更上 上是动词 欲穷千里目 我要更上 一层楼 写得天地宇宙 那种开阔 那种广大 你西下的斜阳 你不能挽回 东流的湿水 你也不能够挽回 你站在高处 更上一层楼 看得博日一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 你更上一层楼 你的内心 应该是什么样的悲开 作者没有说出来 但是你只要跟小朋友 把那种情景 讲给他听 他会知道 这种情景之中 一个人应该内心 有什么样的悲哀和感慨 而且用队友 这么强大的张力 不日一山尽 混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就更上一层楼 而且不但是你视力的广远 而且是说你眼界的开阔 你要想看得更远 你就要上得更高 所以你如果把这些境界 把这些语言的美丽 它的张力 一些作用 都讲给小朋友听了 他就会非常喜欢 也非常感动 而如果你再能够配合一张图画的话 那就更美好了 我们现在还不是只说 王之焕这一首诗 下半还有一首 李白的独坐静庭山 这已经都是立体的绝据了 所以他是有平平泽泽的 这个阁律 等一下我们再看阁律 李白的独坐静庭山 李白这个人 当然是一个天才 他的独放不羁 他的言语行事 他可以叫杨贵妃捧验 高丽氏脱静 说天子忽来不上传 我自称 臣氏九重县 这是杜甫形容李太白 李白是一个天才 所以非常的狂放 我安能摧眉折耀 是权贵 所以我不干了 给了他高官厚禄 免去他的科举考试 你们都要科考 杜甫考了好几次 还考不上 人家李白 我不考啊 我不考 我有我的声明 皇帝请我去了 那相传记载上说 说是 就是唐玄宗 就是以七宝床 就是装饰得非常美丽的 一个座椅 次时 请他吃饭 玉手 不是我们形容女子的 白的手 是皇帝的玉驾亲政的 那个玉 皇帝亲手 给他盛汤 给他吃 这当然是笔记小说上的记载 不过当时 确实是非常宠幸 李白的 唐玄宗 带着杨贵妃 去赏牡丹花的时候 说那些别人唱的歌曲 别人做的歌曲 都配不上贵妃 把李白给我叫来 李白写了清平乐三首 云响一嗓 花响容 那春风 福建路滑弄 得到唐玄宗这样的宠幸 可是李白说什么 我安能摧眉 遮咬 是权贵 我怎么能够低下眉 弯着腰 一天给你们这些个当权的人 供你们的驱使 卑躬曲节 使我不得开心一眼 让我内心不高兴 所以我辞职 我不干了 这是李白 我不经过科考 你把我请去了 你给我的高官 我现在不干了 我走了 唐玄宗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皇帝 唐玄宗其实 非常欣赏李白的 所以请他吃饭 给他盛汤 你说不干了 没有责怪你 唐玄宗 赐给他大量的财物珠宝 所以李太白不干了 可是李太白不干了 李太白平生 是寂寞的 而且他的天才 他的飞扬 他的想象 是别人不能够体会 不能够了解的 所以李白常常是孤独的 是寂寞的 所以他说 他后来 他辞去这些富贵荣华 一个人孤独的寂寞的 山居 独坐静庭山 他看到山 他说 说中鸟是高飞进 山上有很多鸟都远远地飞走了 中鸟高飞进 杜牧之曾经有一句诗 说长孔淡淡 孤鸟末 那望骨孝晨就像此中 你看到天尽头的鸟飞过去了 我们人生的消失 我们人生的消失 也是这样的消失 重量的高飞进 滚 独屈 天上有一朵孤云 孤云的形象 不是从李白开始用的 是从陶渊明开始用的 陶渊明有一首 用平式的诗 说万族皆有托 天下宇宙 有千万亿万的 各种的生物动物植物 万族 是皆有托 他们都有一个托身的所在 我看那个新闻 说北极熊 他在北极 他在冰雪上 你看那个花 就是王维的 新一物的新 他长在土地上 万族 都有一个托身的 你可以停下来 你可以休息 你可以依靠的地方 可是陶渊明说 万族皆有 孤云 渡无语 说的真的是好 没有 没有任何的地方 可以依托 可以陪伴 可以脱身的 是什么 是天上一朵孤云 在宇宙的太空之中 旁边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东西 所以陶渊明说 万族皆有托 是孤云 度无语 所以是孤云 所以李太白说 众鸟是高飞进 那孤云是独却一线 而你如果联合 结合陶渊明的 诗 来体会李太的感情 那众鸟高飞进 陶渊明说的 那些个鸟 每天很快地飞来 飞出去 做什么 米食 找食物 晚上飞回来了 所以众鸟 谋生的 众鸟高飞进 可是天上无依无靠的 那个孤云 它是孤独的 李太白说 它虽然是孤独 可是它一个人悠闲 自由自在 这是李太白 我不跟你们在一起的 你们都追求那权力入位 我有那权力入位 我都不要 众鸟高飞进 顾云独取 可是没有人理解我李太白 因为李太白到底要干什么 所以杜甫曾经有一首 郑李白的诗 说众人 世人监狱杀 无意度恋 大家都恨不得把李太给杀了 因为这人太狂妄了 杜甫说 我真是欣赏 而且杜甫还说了 李太 说飞扬跋后 是未谁休 他说 什么叫飞扬跋后 飞扬下大棚 展翅在高空的飞扬 什么叫跋后 像那个大洋之中 轻衣的尾巴 这么一翻 那个户是大鱼的尾巴 轻衣的尾巴 在大洋 这么起来 这么一翻 你看到那个图画 他说 李白的围人 就像大棚在空中 展翅的高飞 像轻鱼 在海中的拔尾 你肥养跋扈 是未谁休 你这种 雄才 你这种 过人的这种 才是才华 什么人欣赏你 什么什么 真正能够认识你 众人皆欲上 他得罪了很多人 因为他也不能 低眉垂腰 垂眉折腰 是全贵 而且他也辞官不做了 杜甫说 无以度连财 我是欣赏你的 所以杜甫的诗里面 写了十好几首 那对于李白的赞美 崇拜 众人皆欲上 无以度连财 可是李白是寂寞的 因为他的天才 他要飞到天上的时候 没有人能跟他一起飞的 他要在海上把揮 没有人有这种才能 跟他一起在海上把揮的 所以李太白说 众人高飞进 故人渡去闲 那么剩下 我的朋友 我可以面对的是什么呢 人已经不能跟我对话了 想看 两不厌 就只有静听上 想看说得真好 我们刚才也说了 诗人 要与虫语共幽乐 与花鸟共哀乐 总一注真朋友 那山鸟上华 都是好弟兄 想看 我看静庭山 我想象 静庭山也会看我 我就欣赏静庭山 那种自然 那种静木 那种美好 静庭山 也会欣赏我李太白的 这种费养跋扈的天才 想看两不厌 他说只有静庭山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值得我对他相看 世界上也没有一个人 会看我 看出我真正的好处来 我们相看两不厌的 就只有那静庭山 后来宋朝的新契机 用李太白的意思 写了一首词 说我见 静庭山多妩媚 料静庭山 见我也应如是 我看到青山 我觉得他那么可爱 我想青山 看到我新架轩 这个英雄豪杰 也应该觉得可爱 你就看古人的诗词 真是美丽 他们的理想 他们的才华 他们对于天地宇宙 万物的光怀和共鸣 小朋友 不只是口头上 说小和尚念经 有口无音 连懂都不懂 体会也没有 自己编个调子 小皮球 香蕉梨 满地开花 二指一 二五六 二五七 二八 二九 三十一 我的女儿小孩说 他小孩子可以唱歌 他也编个调子唱 可是他没有这种体会 但是那个不是诗 所以我们说 从周朝的周理的 大宗师的记载 是信导 你要让他赶发 你要引导他 让他能够进到 诗里面信导 然后你再叫他奉 背诵 诵 然后引诵 这个才是救小孩子的 好 现在我们已经讲了太多了 这个 下面呢 我们要想讲到这个 律师的成立 一直到现在还是古题的 我们要讲律师的成立 这个格律呢 是与声调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明白什么 叫四声 四声就是评赏去入 四个声调 可是与我们现在汉语拼音的 第一声第二声 第三声 第四声 是不一样的 现在汉语拼音的 第一声第二声 都是平声 我们的四声 平赏去入 本来都分阴阳 平声 阴平 阳平 赏声 阴赏 阳赏 这个平赏去入 都分阴阳 平赏去入 都分阴阳 四声都分了阴阳 所以是八声 这就是八声 可是在广东话里边 他还在入声里边 有另外一个短促的声音 所以他们是九声 我是很遗憾 我是出生在北京的 所以我不会说九声 但是在理论上 我能够分辨 哪个是平声 哪个是测声 一般就是说 阴平 阳平 就是我们的第一声 第二声 都算是平声 第三声 第四声 就已经是测声了 另外还有 入声 我们的普通话 里边没有 这主要的分别 在哪里呢 就是阴平和阳平 它声音都比较平 阴平 它是平 阴 阳 都可以脱长 都很平 赏 它就拐了个弯了 它不是平的这样脱下去 去 它沉下去了 它也不是脱长 入当然是 它就是 比如说我说我姓 夜 这是第四声 其实这是个入声字 所以广东话 拼我这页是 Y-I-P 所以它没有办法脱长 所以就是能够脱长的声音 就是阴平和阳平 我们叫做平声 跟另外不能够脱长的 上去入的三声做对比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我们的诗人 才有这种觉悟呢 才对于四声 有了很清楚的反省 那是在南北朝的时候 凄凉之间 那中国人 为什么在南北朝的时候 就注意到这个平色的声调了呢 当然 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化 发展到最后 你自己如果常常反省 反思 一个人如果盲目都不想 就随便去做 他得不到什么结论 他找不到什么智慧 他没有什么升华 所以你要常常 你一边写作 你一边反省 那经历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从周朝到南北朝 他们就反省出来 我们中国的声调 是有 平上去入四个声音 而帮助他们 有这种清楚的认识的 是与南北朝的时候 佛教的流行 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历史上说 梁武帝就设身同太子 皇帝自己说我要出家了 所以从皇帝 世大夫都是相信佛教的 所以杜牧之有一首诗 说南朝四百八十四 就是盖了好几百所的庙宇 大家都信奉佛教 信奉佛教 那是因为那个时候 也翻译进来了很多佛经 而佛经除了把梵文 按照意思翻成中文以外 佛经里面有很多介语 是念诵阿弥险佛教 它是念诵的 它是一种声音 所以他们在学佛经 不只是把它变成汉字的文法的 意思的翻译 还要学他们的读音 我们说菩萨菩萨 菩萨什么意思 是菩提萨陀 菩提萨陀简称 菩提萨陀 是觉有情 是有情之人觉悟 你在这个世界里面 你有没有觉悟 你是不是只是盲目的 跟动物一样 除了这种本性的 识色性语的 谋生的欲望以外 你对于人类有过反思吗 有过超越的一种 思想和追寻吗 人之意于禽兽者 记喜 就因为人有一种反省 有一种思考 有一种向高向上 超越凡俗的一种追寻 世界上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宗教 就因为人类万物之灵 那些动物是没有的 只有万物之灵的人类 对于人生的意义价值 有一个根本的思考 你从何处来 你往何处去 李商隐说的 苦海迷途是去未因 你对于过去未来 对于超越的 你完全都不懂 所以佛经上 讲很多这样的道理 当时中国的传统的读书人 就觉得这个道理 非常的超妙 就非常热心的 来学习 来诵读佛经 凡是一种特殊的语言 就是我们不同的语言 前几天汉教学院 说要出版一本书 是我的论诗词的 中文的稿子的英文翻译 就是中英 你可以对起来 看的到一种 就是能够了解 佛经当年翻译 也是如此 佛经你要把这个梵文 翻成我们能懂 能够读懂的 语言文法是一件事情 但是它有很多特殊的名词 他们翻译我的论诗词的文章 要把它翻成英文 说诗词翻什么 说诗是poetry 一翻就错了 中国的诗跟西方的poetry 那个范畴观念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说词 词英文找不到一个这样的翻译 英文就从来没有这一类的 按照乐谱填词的 这样的一种文学的体式 我们就是范范 说这都是poetry 如果西方人 用他的传统的poetry 的观念来看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怎么样 我们就说诗 我们说SHI就是诗 词CI就是词 这是声音 只能用声音来表达 佛经里边也是有些个超妙的道理 而我们汉语也没有办法表达的 所以它是范文的原文 菩提撒陀 什么磨合撒之类的 那么有些个字翻译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读音 所以我们说词你翻成CI 诗翻成SHI 那么佛经也要翻译 说这个字的意思没有恰当的意思 汉语里边没有这样的话 儒家没有这样的思想 这是佛家的思想 那么你要把他的声音翻出来 声音怎么样 你就要知道这个范文是怎么读 菩提撒陀 它是怎么读的 你知道我的别号叫加灵 加灵的范文是什么 Kalavinka 是加灵 是佛经里边的 一种鸟的名字 这是传说如此 反正我是说 就翻译 我前天有一个人问我 说听说你到美国的 这个加州的什么一个庙里边 去讲过课 我说是的 我是去过的 那是美国有一个万佛城 万佛城里边办的有法界大学 我有一个在加拿大 UBC大学教过的女学生 她一边听我的诗词 一边去听那个宣化上人 讲佛经 然后呢 她就把我的录音带去 那宣化上人 就听到我讲诗词了 那宣化上人 就跑到我们温哥华来说法 我很好奇 我就跟我的学生说 我说我要去听你们宣化上人的佛法 我就去了 在金佛寺 因为他介绍我跟他的师父见面 宣化上人在台上 我是听众在底下 上来 这宣化上人不肯讲 他说叶老师 你上来 你上来讲 我说不成 我不懂佛法 我不能上来讲 他说没有关系 你今天爱讲什么就讲什么 非叫我上去 我不上去 他不开讲 所以我就上去了 我再上去 那我讲什么呢 我当时正在UBC大学 讲词的课 都是美女 都是爱情 都是相思 这我总还在庙里面 也不大好意思 讲这样的课了 所以我就想想 我就讲了陶渊明 说杰鲁在人静 而五居马轩 因为他的庙 是建在 China Town 外边 这是闹事 这个车马往来的 他闹钟取静 所以我就讲了 这个佛经 讲了佛经 这温哥华讲了还不算 这一年 我讲了陶渊明的一首诗 揭露在人静 是陶渊明 饮酒诗里边的一首 饮酒诗有二十首 那师父就说了 他说 易老师 你讲得非常好 讲得不错 这个对我们修行的人 也有用处 你以后 每个周末来讲一次 反正我都是义 我让我讲就讲 那我说好吧 我就每个周末 给他们讲一次 陶渊明的诗 讲到第十六七首的时候 我说 我现在下个礼拜 不能来了 因为我当时 每放暑假 就回到中国来讲课 所以大家都笑我 真是爱讲课 到处讲 那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对不起啊 我说我下个礼拜 要去中国不能来讲课 我就走了 那时候我请 请了一年的休假 UBC大学可以 你拿百分之六十的薪水 你出去做研究 休假一年 我就走了 过了这一年 等我再回到温哥华 我那个女学生 不在UBC大学 小法维尼替斗了 事隔八九年以后 我这个小法的维尼的女弟子 又回到温哥华来了 他说叶老师 你当年讲陶渊明 银九二十首 你只讲了十七首 还有三首没有讲了 来跟我算账 他说我们现在 师父说了 要请你到美国加州的 万佛城的法界大学 去讲 所以昨天那个人问我 你在庙里讲过 我在庙里是讲过的 庙里讲过怎么样呢 他们每天早晨就有早课 大家都念诵啊 念诵 有的是翻译的 我们的中文 你可以懂 有的就是念诵的经意 但是他们念诵的是什么呢 是佛经里边的最庄严的 最大的一个部头 是华严经 每天天还没亮 我这人好奇嘛 我就跑到他们大殿上 都是蒲团 你坐在那里 有人敲木鱼 有人敲倾 然后就唱售 非常好听的声音 是这个华严经 我就把华严经打开 你们有机会去看一看华严经 华严经一开头的第一页是拼音 华严经的一翻篇的第一页是拼音 告诉你这些字怎么念 我现在是要讲 中国对于四生评测的觉悟 与南北朝的佛教的流行 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这些文人 文人也有很多喜欢读一读佛法的 像苏东坡跟一些僧人的往来之类的 所以就四生拔柄 就有平上去容 这个拔柄呢 他说的听起来很复杂 什么平头上尾了 其实现在当我们把这个律师的格律固定下来以后 这平头上尾什么风药和气都不成问题了 先说什么叫平头 是第五个字 跟这个第六个字 不能一样 一样的就是平头 你好 现在我们就要来看 格式 五言的基本的格式 所以你不要觉得词诗的格律很复杂 一句G 一个A式 一个B式 A式 平平平这这 这这这平平 两句 都是两句的 格律是两两相对的 平平平这这这这 这平平 头两个字是平声 这个叫做平起 由平声开始 这边还有一个B式 是这这平平这 平平这这平 他用两个字声开始 就是这么两个基本的格式 你就记住 平平平这这 这这这平平 从两个平声开始 这这平平这 平平这这平 从两个字声开始 所有的一切诗的变化 就是这两个格式的反复的运用 所以把A式跟B式加起来 A式 平平平这这这这这平平 加上B式 这这平平这平平这这平平 四句 这就一首五颜绝句 绿体的五颜绝句 如果是八句呢 你就多重复一次 后边就是A式跟B式组合起来 平平平这这这这这平平 这这平平这 平平这这这平 四句 这是绝句 那么七颜的呢 就多两个字 怎么怎么多起来呢 就是五颜的开头 如果是平平 你就加上这这 五颜的开头 如果是这这 你就加上平平 所以后边七颜的格式 就是平平 这这这平平 平平 这这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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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这这 平平 这这这平平 都是重复的 所以所以为什么你吟诗 你不要弄什么稀奇古怪的调子 这种你认为很无聊的 很单调的 循环往复 这就是我们中国诗歌的基本的格式 它就是这么循环往复的 好 现在这个格式你们大家去看是很死板的 但是中间可以有变化 比如说第一个字是不重要的 第三个字也是不重要的 为什么不重要呢 因为你在读诵的音节 是平平 这这 平平这 平平 这是一个停顿 停顿的时候 这个声调是重要的 平平这这 第四个字停顿 停顿的时候是重要的 所以第一个字不重要 第三个字不重要 因为它不在意停顿的地方 这是很基本的原理和原则 可是当然也有变化 我们看一个有变化的五颜律师 我们现在看李白的一首 夜波 牛煮 怀骨 我们刚才 讲李白的独座静庭山 已经介绍过了 李白是平生 他真的是高采 他真的是有理想 他总是想着能够 他只要一出山 就能够治国平天下 可是李白白 是个想象丰富的诗人 不是一个真正 能安傍治国的政治家 我十八岁的时候 写过一组诗 在伦县区的当时的北平 那年的冬天 日本人的统治之下 我说近夜狂风 旱大城 一整天冬天 近夜是整夜狂风 我们北方的呜呜的狂风 好像把城都吹动了 近夜狂风 旱大城 背脚挨脚 是不堪听 你听了日本的唱歌 日本人的什么 知那知月啊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 然后什么红楼 那日本的宪兵队里边 每天晚上传出来的 他囚禁的 我们爱国的 知识同胞的 那种痛苦的呼叫的声音 所以近夜狂风 喊大城 就是把城都要摇动了 背脚挨脚 不堪听 这种悲哀的声音 我们不忍心听下去 清明 半日寒冷静 你要知道我是18岁时候写的 好不容易盼到晴天了 可是天还是很冷 太阳出来了 但是仍然很冷 就偶然 好像是战事有一点好消息 可是依然是很严峻 清明 半日寒冷静 可是尽管外边冰雪满天地 我在我的房间里边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电灯 有一盏油灯 我们冬天那么冷 屋子里边生一个火炉 清明 半日寒冷静 我灯火甚小 十一夜有静 我有一个炉火 我有一个灯火 在深静半夜 虽然外边寒冷 但是我内心之中 仍然有一点光明 有一点期待 有一种盼望 所以灯火甚小 夜夜无情 我后面说了 入世一片仇事 你这辈子 预备怎么样过下去呢 你预备只求私人的享受 还是你有一个理想要 去追求 如果你想做一些事情 不管是做什么 你既然要工作 你就会有困难 而且做得好 做得不好 你就会有责备 因为旁边 说冷话的人多 旁边说俏皮话的人多 真正卖力气去干事的人 反而受到人的冷急热愤 我当然还没有 我那时候还是学生 但是我知道社会是如此的 你除非不想工作 入世一片仇似海 你要拼出去 要负担一切的哀愁 入世一片仇似海 陶禅 也不借印为名 陶禅 就是你学佛教的禅宗 内心的禅定 不为外物的得失所左右 有很多人就说 我自己是独善其身 我说 我一方面有入世一片仇似海 但是我内心 完全不被外物所左右 所以我可以穿着 补丁的衣服去上课 所以陶禅 不戒 隐为名 我不需要去隐居 我既然入世 就是陶禅 不戒 隐为名 我是说 现在说回来 我是从李白说的 李白不明白这一点 他入世不能够 聘仇似海 他也不能够逃产 不借印为名 他一生一直有用事之心 可是你要用事的时候 你就不得不 在事法之中 你就要违取求权 才能够完成你自己 你自己完全不违取求权 你一定是挫折 这是必然如此的 所以一切 有心要干一些事情的人 但如果只是你谋自己私人的私利 那不在此内 你只是为你私人的名利 你是为了大众 为了公义 去做些事情 你就不要害怕 别人有时候会批评你的 入世一片仇似海 我讨禅 也不介意为名 可是李太白不能 李太白是个天才 他只能飞出去 不能降下来 真正了不起的人 是我有能飞的能力 但是我要降下来 交给别人怎么样飞起来 不是我飞下来就算了 但是李太白是飞上去 不能下来的人 所以李太白一直有他的孤独 有他的寂寞 有他的不得意 他的天才 不被赏识的悲哀 李太白的诗里面 都是如此的 我们现在还不是讲李太白的人 我们是讲李太白的 这首五言律诗的遍体 我说的遍体 就是跟正体不完全一样 正体平平平 这这这这平平 这这平平 这这平平 这这平 遍体就是中间也凹 凹就是不通顺了 有牛曲 有凹 李太白的 这首 夜不牛主怀骨 中间就有凹 我们看一下 牛主 我西江夜 庆天 我片夜 写得真的是好 他坐一只船 经过了牛主 牛主在安徽 当土附近的一个地名 牛主 这个地方 有一条江水 就叫做西江 东江西江 就是西江 当他坐着船 经过了牛主的西江的一天晚上夜晚 他走在床头 向天上一望 牛主 西江夜 那庆天 无片云 一片湛蓝的天空 一轮 永远永远的明月 连一丝白云都没有 我在温哥华 到一个朋友家 站在小桥上 看到东方的月升 新闻报纸上说 今天的月亮 是最大最圆的月亮 我们就跟朋友 到他家里去 因为他家里有个小桥 有一条流水 看到流水的尽头 那个月亮升上来 又大又圆的月亮 所以牛主 西江夜 那庆天 无片云 就等着 望秋月 我就 到这个船头上 站在床头上 灯中 我就仰望天上的 这一轮秋天的明月 我就想起谁 等着望秋月 我空一谢将军 我就怀念一个谢将军 一 我就怀念起一个谢将军 谢将军是谁呢 我还要跟作为老师说 教小朋友 不要怕有典故 每个典故者 都是一个故事 你只要老师 把那些故事都找到 你给小朋友讲 是典故越多 越有意思 一个一个的小故事 这谢将军是一个小故事 谢将军是晋朝的时候的 一个将军 名字叫谢上 就是上书的 崇尚的那个上子 这个谢将军呢 他不只是带兵 作战的将军 他也会做事 也会写文章 而且喜欢吟宋 你要知道中国古人 都讲究吟宋的 那天 这位谢将军 就是坐着船 也就是在牛主 就在这条江水上 这谢将军呢 就停在旁边 有一个小船上啊 有一个人在吟诗 他也写念的是陶渊明吧 说是万族皆有拓 故隐度无依 我不知道他念什么 也许念的是屈原 地高阳之苗一喜 正还稿月薄 也许念的是他自己的诗 这个诗人是谁呢 这个人诗人叫袁上 不是这个谢将军叫谢上 这个人叫袁洪 就是袁世凯的袁 洪大的洪 袁洪 袁洪是会做诗的人 那据说 是他自己 做了一些个永史的诗 像我说 我那首诗 写的是北京的沦陷区 不是写我当时的感受 我不是专门写沦陷 你可以专门写沦陷的经过 一首永史的诗 袁上 正在吟他自己做的 永史的诗 吟宋 比如说 就是我们说 像李白的这首诗 我们也等一下吟宋 吟宋就是脱长了声调 非常美丽的 你要知道 这吟宋的声音 有很多故事 这个袁上啊 就因为他吟宋啊 吟的调子非常好听 这旁边船上的谢将军 听到他吟宋 说什么人 这诗做的这么好 吟也吟得这么好 就马上请求跟他见面 一见面 以后一谈话 认为这个 袁洪 果然是个人才 于是马上就推荐他出去 马上就做了很高的官 这李白就说啊 我也会做事啊 我的吟室说不定 比这个袁洪还好听呢 那我今天也走在这里 就是袁洪碰见谢将军 谢上的时候 那我今天在这里吟室 怎么没有一个谢上 谢将军来请我出去做官呢 这是李太白的想法 所以他说 瞪着望秋月 我就空夜谢将军 于也能高涌 你看这个口气 我也能够大声的吟宋啊 可是诗人不可闻 可惜那个人是晋朝的人 我是唐朝的人 他已经不可能听见我吟室了 那我李太白 走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有才华会吟室的人 得到人欣赏的一个历史的地方 我李太白也有才华 我也会吟室 在这个可能遇见欣赏人的地方 我居然没有遇见 就无可奈何了 再也没有人欣赏了 所以他说 予以能高涌 四人不客闻 明早挂凡戏 明天我就把船帆粘开 我就要走了 离开了这个牛主 就离开这个 遇见欣赏我的人的 可能性的地方 那个时候 我后边的路程 江水的两岸 所有的美丽的枫叶 都纷纷的飘落了 这就是屈原说的 日月呼气不烟 是春以秋气吃 为草木之凌落 是以空美人之沉默 李太白说 枫叶堵落了 美人沉默 我李太白的天才 到现在 众年以上 没有一个人 真正能够欣赏 任用我的人 好 我们现在不是 不只讲这首诗 而讲这些故事 我们是要讲 它的歌律 牛主 西江夜 是平泽 平平泽 本来是泽泽 平平泽 第一声不重要 庆天 无片云 是平平 平泽平 本来是 平泽 平平泽 应该是平平 泽泽平 可是无片云 无是平上 第三个字 第三个字 不是阴节的停顿 所以他 应该是 泽胜 他用了平生 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 不是一个 节奏的停顿 后边两句 邓走望秋月 空以谢奖 按照律师 这两句 应该是对句 天对地 雨对风 大陆对长空 像刚才我们讲 博日一山进 那黄河入海流 我一穷千里目 就更上一层楼 两两相对 什么叫对句 名词对名词 动词对动词 颜色对颜色 平生要对 这生 这生要对平生 就是词性相同 你是名词 动词 虚字 词性相同 凭这要相反 李泰白 这里应该是对句 它完全 完全不对 你看这个李泰 如果学上 这一首诗 我说你这不合格 这两句应该对 你没对 灯舟 一个动词 一个名词 灯舟 空意 这是一个副词 一个动词 这个不对 完全不对 这就是很妙了 所以就是有一种死板的法则 有天才的人 可以在法则之中变化 骑自行车 两脚踏着凳子 两手把着车吧 骑车骑得好的 两手也放松 两脚也放松了 你只要不跌下来 你保持了平衡 你有这种能力 你就成功了 李泰白就是 手把也不把了 脚位大也不登了 可是它没有跌下来 它掌握的是重点的平衡 而不是表面的平衡 怎么样重点的平衡 邓舟望秋月 空意 谢将军 邓舟望月 一个动作 一个 一个object 一个寿势 邓舟望月 我的动作 我的寿势 我的目的是什么 空意 空意 是动词 一个寿势 是谢将军 我是望月 我是意 的是谢将军 所以他情意的分量上 有一个balance 字句上没有balance 可是他的情意上 是balanced 是邓舟望月 是邓舟望秋月 空意 谢将军 后面又不对了 于能高涌 私人不可文 于一个主词 一个adverb 私人 一个adjective 一个non 也是不对的 严格的词性不对 但是他 重量的balance 我能够用 他不能够听 这个balance 重量是平衡 于是能够用 私人他是不可文了 那么我要得到人知赏的机会 又一次的错过了 所以明照挂凡写 我未来的路程 只有越来越衰老了 越来的希望越少了 是枫叶落纷纷 草木凌落 美人耻目了 李太白是个美人 李太白现在是美人耻目了 我们现在都是讲 但是我还是要引 因为我们是讲引诵 信道 你要给小朋友讲 一个一个的故事 很有意思的 然后你让他奉 奉 让他背下来 然后你让他送 你就让他引诵了 好 我们现在把他引诵一下吧 牛猪西江夜 青天无遍云 我等着好望秋月 就空一些将军 予以能高拥 他私人不可文 明照好挂翻戏 我还可以加称字 我把他那个不平衡的句子 用一个我 用一个他 我说 我是予以能高拥 他私人不可文 我把我跟他 这是我加进去的 是你在吟诵的时候 觉得加上这个字 更能把他的情意表达出来 所以吟诵 他有一个巡回的节奏 但是他并不是死板的 你可以拖长一点 缩短一点 你还可以加上 把你自己的感觉 更密切的结合起来 假想你就是李白了 我是予以能高拥 他是人不可文的嘛 好 我们现在时间也是不多 我们还要看一看后面的 讲完了 这是五言律师的一个例证 李白 后面本来有杜甫的三首 喜大行在所 本来我们看到风花雪月 容易对起来 说天对聚与对风 容易对起来 白日一山尽 黄河入海流 容易对起来 可是杜甫的事 李太白是把国力放开 不严格的遵守 可是他分量上 是有一个balance的 杜甫呢 你读起来 你不仔细的看 你都不知道 他是五言律师 西域齐阳县 无人遂却回 眼船荡落日 心思作行徽 武术行相隐 恋闪望护开 索心敬老寿 我辛苦这种来 这我在第一次 这个讲诗的时候 讲了 我说到杜甫 怎么样要逃到后方去 怎么样被叛军抓住了 留在长安 后来写的 那个春旺 国破山河在 我讲了那个环境 所以我也举了这几首室里面的例证 说杜甫逃出来了 所以他说 逃出来 怎么逃出来 物数行相隐 你找不到路啊 在早晨的茫茫的 这个烟雾之中 你走哪一条路呢 他说 你就看到有树 凡是有树的就是有路 一直到现在 路的两盘常常种树 所以物树无形 连闪望户 你看上面都是 远处都是山 你觉得没有路了 可是凤回路转 你看起来是 连起来都是山 看你走到一条小路 过去 这写的非常的仔细 后面他说 所倾经老寿 辛苦贼中来 他是从叛军的乱贼之中 逃出来的 第二首 我们就不详细的讲了 第二首的第三句 第四句 我上次也说 圣缓今日是 那见到是战事人 我杜甫今天活着 跟你们见了面 圣缓 这是今天我见了面 昨天我在小路上逃跑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我下一刻 是活还是死 碰到哪一个 判军就会把我杀死了 当时我们沦陷区的人 要逃到后方去的时候 你如果被抓回来 那关在县兵队里就完了 所以圣缓是今日 是见到是战事人 这都是律师 对得非常整齐 但是今天真的是 时间来不及了 那么都府的 最好的最有名的 是他的修行八首 我们说一首诗 重了高飞进 顾允独趣闲 相看两不厌 是唯有静庭上 这是他李太白的眼前的 感性 心发感动 一首诗写完了 可是都府不是啊 都府他内心的感动 太丰富了 太复杂了 一首诗写不完 他一个感动写了八首诗 是秋信 都府 少年的时候 就生活在长安 后来做了左石仪 做官 也是在长安 他得到皇帝的赏识 也是在长安 所以都府对长安 又非常深刻的 一个感情 可是都府 每天给皇帝上奏章 皇帝不喜欢听 说你不要老在我眼前 这么麻烦了 出去出去出去 出去做官吧 所以叫杜甫出去了 到华州 到陕西的华州 去做一个小的官 杜甫曾经写了一首诗 我现在真是来不及讲了 你要讲 给小朋友讲诗 你最好对诗人有个理解 杜甫当年 从这个城门 逃出去 为了投奔自己的祖国 现在被自己的皇帝 贬出去赶走了 就是从这个门 走出来的 他说辞道习归顺 细脚胡正反 至今惨破蛋 我也有未招魂 我现在来不及详细的讲了 你们就逃出去了 逃出去就经过 种种的乱离 他几乎饿死在路上 后来还带着家眷 没有粮食吃 在盛山野外 下过大雪之后 拿个锄头 去找那些草根来吃 这都是杜甫书 这都是杜甫书里面 清清楚楚的记载的 所以他听说 四川的气候比较温和 不会像北方的冰淺雪地 就最后跑到四川了 有朋友的帮忙 就盖了几间草房 就有了杜甫的草堂 杜甫草堂 后来他也住不下去了 听说 现在叛军也平定了 我就要回到故乡去 所以他不是说 这个 见外互传 收祭北 我处稳就踢累 满衣伤 却看妻子筹何在 我漫卷是属 喜欲狂 他说 便下向阳 向洛阳 我就要回到洛阳 回到长安了 所以他就坐了船 顺江而下 从四川就顺着长江 他希望从长江 然后到下游 然后从下游再转 然后再回到北方 可是他上了船以后 在魁府魁州 就一年停留了很多年 也没有旅费 也没有衣服 到处都是冰乱 就留置在这里了 他就写了 旧姓八首 就是在四川的魁州 当他老年的时候 回想他的平生 整个的一生的经过 所以八首是 从四川的魁州 想到长安 从现在的衰老 想到当年的少年 写到现在的这种 这种就是 骆驼无常 想到当年的理想和旨意 写了八首诗 整个八首诗 你要看他的结构 看他的章法 我现在没有时间 给大家讲 但是我写过一本 这么厚的书 杜甫秋行 八首吉说 那真是太复杂了 也太美妙了 因为时间 我们现在 把诗的各种格律 都介绍了 那后边我们想 有一点点时间 我要告诉大家 还有 我们还有 还有所谓排律 所以后面还有一首排律 所以律师本来就是八句 正统的律师的格律 是八句就是律师 其实有所谓排律 排律就是八句以上的 都是两句相对 两句相对的 排成一排 叫排律 我们选了一首排律 是李商隐的细心 李商隐也是一个 很有才华的人 而且非常有理想的一个人 他说 我是永逸江湖 归播法 欲悔天地 才入片者 我不是一个贪陀 功利入位的人 我永远怀念的是 是在江湖上隐居的快乐 可是我不是现在就去隐居 是我当我该进的力量已经进了 该做的事情已经完成了 我白法就归隐到江湖 永逸江湖归播法 什么时候归白法 欲悔天地 我把天地都挽回了 把唐朝的宦官的专权 翻阵的拔货 那些个不上轨道的那些败坏 都挽回了 那时候我就坐一只小船 到江湖上去了 他完成了自己的理想吗 当然没有 他一生就是在幕府之中 给人做秘书 就是刷笔杆子 写的不是我的感情 写的不是我的理想 是长官长官说 让你写篇什么文章 你就写篇文章 把李商隐的那种美好的才华 都用在给长官写文章的 应酬文字上面 那李商隐 后来晚年最后 在四川 在一个幕府之中 也是做书记的这些个职务 这个城外 有一条水 就叫做西西 西西是一条水 因为李商隐 一生都是在各地的幕府之中 做幕僚 给人家写文章 不能够带家眷 妻子 儿女 都留在长安 他岳父家里了 而他这妻子死了 剩下两个小孩子没有人照顾 所以他写了西西这首诗 他说 我唱旺西西水 我颤远 是 耐而和 旺 是我看见了这条西水 禅远 是我听见了这条西水 滑滑滑滑的 流去的声音 我满怀的惆怅 望着 东势不还的流水 听到禅远的水声 他唱旺西西水 禅远 我耐而和 你这种禅远 像哭泣的声音 东流不返的 这种悲哀 我真是无可奈何 我面对你想到我 这种消失的光阴 的东流不返 只无可挽回 所以真是无可奈何 我对你无可奈何 对我也无可奈何 所以唱旺西西水 那颤远 耐而和 那这西西两边的风景 什么样呢 他说不仅 春雾少 是直觉 夕阳朵了 已经春天慢慢的过去了 春天的景物 西少了 花也凌落了 他说这个 不是使我惊心的 不仅 春雾少 我所被爱的 是直觉 西洋的 树上一片 都是写阳 还不是说 不仅春雾少 是说我这一辈子 从来没有过 那繁华的 美好的日子 我还不为 这个悲哀 我悲哀的是 我来日无多 直觉 西洋的 所以我不仅 春雾少 是直觉 西洋多 春雾只是外界的 凌落 西洋 是 生命的消失 所以不仅 春雾少 直觉 西洋多 四染 幼少柳 逛 逛 逛 窈窕 那个 昔日的光辉 照在窈窕 窈窕是深幽的 茂盛的 罗 那山上爬的很多的 爬慢的 藤罗之类的植物 四染 幼少柳 所以逛 逛 逛 窈窕 罗 就是写这个 光影的 闪动 夕阳 黄昏之中的 光影的 闪动 他表面是 写景物 是四染 幼少柳 逛 窈窕 罗 可是你在那个 幼少的柳 色之中 在那窈窕的 光影之中 李尚隐内心 有多少悲哀和感慨 四染 幼少柳 光寒窈窕 但是人间 是从到海 天上是末为何 难道人世间的遗憾 真的是无可挽回了 所以人间 我们没有办法挽回 任他东流到海 东是水 不复向西流 你不能挽回来了 可是如果有天上的话 天上的牛郎之女 为什么中间 也阻隔了一道 银河 难道不只是我们人间有缺憾 天上也有遗憾 所以人间从到海 离天上 离天上 莫为何 这写得很悲哀也很痛苦 就假想 想从前 或者想将来 如果有这样美好的遇合 有一个像彩准一样的女子 能够弹奏美丽的琴色 凤女弹鸟色 有一个像龙孙有高贵的地位的男子 他骑着马配着玉佩 就来到你的面前 凤女弹鸟色 龙孙汉玉珂 这是一个美好的玉和 凤女就应该碰到龙孙 可是这是真的吗 这是净华拓业梦 我本来想到首都 想要完成我的理想和志愿 我当年曾经这样 有这样的理想 是净华拓业梦 拓业是以前的 以前的我的一个中校的梦想 是在净华 有凤女弹鸟色 又龙选杭玉珂 那是我净华拓业梦 现在我不能回去 我不知道哪一天 才能够回到长安 是好好记云破 我希望把我的梦 把我的相思 把我的怀念 好好这么样珍重的 拓 什么东西把我的感情 期待盼望寄回去 我寄给天上的白云 我寄给地下的流水 让白云和流水 把我的相思怀念 盼望带到我所怀念的长安去 这是一首排绿 每一句都是对句的 好 我们现在 我这人是讲起课来 人家说我不顾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 我这么大年岁 我既然讲了 我就要告诉大家一些一个 基本的或者重要的 大家都说银诗 那词银不银呢 词基本上是不银的 词之所以叫做词 为什么叫词 词就是word 就是词 语词 词 songword 就是配合音乐来歌唱的歌词 所以叫词 词之所以叫词 是songword 是配合音乐歌唱的歌词 所以它不是银的 它是唱的 所以你从来不听人说银词 但是词呢 有一些个句子 它的评字格律 是跟诗句比较接近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 大体上用银诗的调子 简单的银一下 现在一直到现在 讲了多少诗人 也银了多少首诗 没有一个女作家呀 那是无可奈何的 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 女子能做得太少了 所以最后有个女作家 李清照 我们 李清照这首词 叫做男歌子 我不知道你们读李清照 的词 还有读李清照的 转记 你们也没有产生 一个疑问 李清照是生在 一个变乱的时代 他深进 靖康之变 从北方的老家 山东 逃难 流域 到了 后来的 南宋的首府 杭州 只把杭州 做变州 而且在逃难的路程上 她的丈夫 死了 她所有故乡 保存的那些个 书记了 文物了 一切都失落了 国破家亡 你要知道 经过北宋到南宋的辩论 多少词人 写了 激昂慷慷慨的词句 李清照 在诗里面也写了 声当作豪杰 死亦为鬼雄 这仅是项羽 我不肯过江东 木兰横格 豪女子 我老已不复至千里 你看李清照 写的诗 感慨奋发 跟男子不相上下 可是 在李清照的词里面 没有一句正面 写到战乱 一句也没有 为什么 因为李清照的 不是李清照的观念里面 有一点观念 就是词 是歌词之词 是歌言九席之间 给那些歌迹九女 去唱的歌词 那个悲歌慷慨的 是诗里面才能写的 所以宋朝相传 李清照写了一篇词论 他说词 是别诗一家 是另外一种作风 跟诗是不一样的 就是像苏东坡一样的 那样的人 苏东坡写大江东去 他说那是巨斗不济之诗 而 那只是长短巨的诗 所以苏东坡写的 那是诗 那已经不是词 词不能这样写 所以他身经了 变乱流离 国破家亡 词里边没有一句 正面写的 这因为这是他的观念 他与那些东西 不能写到词里面去 可是他有没有 这战乱流离的悲哀了 他当然是有的了 他不正面写 所以就有一个 很微妙的小词 这也是从来 讲李清照词的人 没有像我这样讲过的 他们都只从表面上来讲 说天上星河转 人间脸目吹 秋天上 秋天那银河掉角了 星河的方位不一样 天上星河转 那天上的星河转位 气候就冷了 所以人间脸目吹 人间就吹下很厚的脸目了 量身 枕点 泪痕子 秋天很冷了 所以我在席子上 就觉得很寒冷 我晚上孤独的睡眠 量身 枕点 我就流下泪来了 所以七姐 落意 聊问 夜何几 一个人 孤独的失眠 就说夜怎么这么长呢 怎么天还不亮呢 所以我就问夜何几 现在几点钟 怎么天还不亮 然后我就穿起衣服来了 是翠铁莲棚小 尽小偶叶行 你看外边的荷叶 那个荷叶都落在水面上了 莲棚尽了小小的莲棚 今宵 我们说秋天 我们说金木水火土 秋天五行是金 是金风 秋风是金风 金风吹起来了 那荷叶都凋零了 今宵偶叶行 可是这两句 表面上是写天气 其实是写衣服 随翠铁莲棚小 尽小偶叶兮 既是外边的季节景物 也是李清照穿的衣服 你们大概都没有看见过 我是生长在北京的 一个古老的旧家 我是叶赫纳兰氏 我既跟纳兰成德是同宗 我也跟西太后 我们都是叶赫纳兰 是蒙古裔的满洲人 而且我曾祖父 我祖父都在朝廷里边 有很高的职位 是二品的职位 这是我曾祖父 我祖父是公部的侍郎 我们大门前面 有进士帝 三个大字的牌匾 所以我们家里边 你打开那衣橱一看 翠铁莲棚小 尽小偶叶鞋 我的祖母 曾祖母的那些衣服 金线 金线绣在上面 绣的荷华荷叶 但是天长日久 那金线都脱落了 所以翠铁莲棚小 那尽小偶叶鞋 是现在的秋天的景色 也是李清照身上的衣服 所以尽小旧时天气 是旧时夜 秋天每年都会来 荷华每年都凋零 旧时天气 我穿的衣服 那个金线凌落的衣服 也是旧时的衣服 可是只有情怀 不是旧价实 可是只有我的感情 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了 从前跟赵明成 刚刚结婚 两个人堵书 消得破茶 像没有吃零食 又看书 还读说你能够记得哪句诗 我记得哪句文 这一切都成了如烟的往事 所以李清照也写 《国破家王》 他诗里面写的激昂慷慨 词里面他认为不能够写 激昂慷慨的感情 但是这首词 天上星河转 任节 连目无垂 虽然只是说季节的变化 但是我觉得这样就写得非常好 包括了天地 包括了国家整个的盛衰的变化 天上的星河转 那宇宙都变了 天地都变了 盛衰都变了 人世都变了 所以人间脸目吹 我孤独寂寞地吹下我的脸 就是说 李清照经过战乱流离 他不直接地写战乱流离 不像他的诗 写什么木兰横格好女子 但是他的悲哀 他的感慨 在他的词里面 那这样词能不能赢 好 试一试吧 天上星河转 人间连目无垂 两声很真点很泪很紫 我七节罗衣 聊闻也合计 催天连盆笑 今宵也行 九十二天气 九十一 只要情怀 还不思九家事 还有 还有 长调的压自身运的词 不容易赢 因为平生比较容易脱长 压了很多自身字 不容易脱长 就不容易赢 不容易赢的词 你要在读的时候 把它的感情读出来 我们读一首 词不淫 读 周邦彦的蓝灵王 现在真是来不及讲 你们只能看我的论词讲稿去了 永柳 周邦彦 柳因直 这是个入生字 一里四四弄闭 随地上 曾见几方 赴水漂面 送醒色 邓林望顾过 随时进化 卷刻 长亭路 年取岁以来 因这肉条过前尺 先寻旧宗记 又久称哀旋 邓找离戏 立化 余火 翠寒式 愁 见风快 办好 泼乱 回头调地 变树意 望人 在天堡 七侧 七侧 恨对劲 见别谱 融回 静后 曾记 泄阳 然然 春舞 记 念 月谢 携手 路桥 稳定 趁死 前世 死梦里 泪暗地 我本来还 还很有野心的很大 就是说诗词都读了 所以散文 古文 一样可以读 所以我还有一篇 苏东坡的赤笔符 我的时间已经过了时间了 那我的这个九十岁的老太婆气力也不够了 所以我不能把赤笔符完全给大家读完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 古文是可以朗诵的 人许之秋啊 七月即往 素子于客 翻周于痴笔之下 清风许来 水波不信 聚酒如客 所明月之时 各窈窕之障 少言月垂冻山之上 徘徊于斗牛之间 波露横降 水光皆天 总以为之所如 令万情之茫然 好好忽辱 平须于风 而不知其所知 飘飘忽 彼时独立 于花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身 口旋而各之各愿 归朝夕蓝江 即空明夕所流光 渺渺夕怀望 美人夕天一方 可有吹动笑着 以歌而各之其声 其声吾乌然 如圆如梦 如其如怂 欲饮鸟鸟鸟 不觉如礼 无忧何之前交起 故周之礼 父王 素子悄然 正尽为左 耳闻可悦 何为其然也 可悦 好 我们就念到这里吧 太疼了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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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